这种就是一种叫做非直性的 它本身原来的副电中心在中间 正电的中心也在这个球星 于是两个相等的电荷中心都在同一处 因此它就不带电 可是我们把它外加电厂以后 那么这个正电受电厂的作用往这边移 那副电受电厂的作用就往这边移 于是这两个中心就移开了 于是它就产生了Electric Dipo 那么这个Electric Dipo 它就会对外界产生电厂 我们就说这个物质被极化了 这个物质被极化 被外加电厂极化了 像氢淡氧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 这就是气垂直 这些电子被极化 我们看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 这个物质本身就是有电厚极的 就是有电厚极 就是说它的电厚极排列不整齐 它凌乱得很 凌乱得很 以至于它在外界 对外界产生的电厂就好像这里 这里没有没有电厚一样 那么这个就是叫做极性物质 这个是极性物质 就是说它本身虽然是有dipo 可是因为它排列的凌乱 所以使得它外面不感觉得到它有电厂 可是我们把这外加电厂里头以后 这个电厚极受外加电厂的作用 就开始旋转 旋转 有一部分就开始排列整齐了 一排列整齐的话 那就相当于有这么多个电厚极排列整齐 那么在外界 它就会产生电厂 那么这种状况 我们也称它是这个物质被极化了 那么这个是极性物质 极性物质像什么呢 像氧化氮跟水 水分子是极性物质 我们天天喝水 你都不觉得 你都不晓得它的分子是电厚极 是带电的 那你说既然每一个水分子都是电厚极 那为什么我喝一口水啊 那不会感觉到这个有电的作用会麻麻的呢 原因就是说 你喝一口水啊 你不是喝一个水分子 那是一群水分子 那这些水分子呢 在没有外加电厂的时候 它是分布得很凌乱 所以它不会在外界产生电厂 那么这个就是极性物质的极化过程 那么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极化 就是说你原来是极性物质 或者原来不是极性物质 你摆在电厂的时候啊 外加电厂之下 那么它的吊极呢 都会排列得很整齐 比如说这是一个纸线 我们的纸啊 撕成碎碎的纸线 以前我们小时候就是玩这个东西啊 没有什么电动的啊 没有电动可以玩 那就是撕了好多纸片 纸线摆在桌子上 然后拿一根米达尺 在身上拼命摩擦 然后这米达尺再摆在这个纸线上面呢 纸线会有时候被它粘上来 为什么纸线会被它粘上来呢 就因为米达尺上面的电壳 比如说米达尺摆在这一边 它电荷产生的电厂 就像这个电力线一样 就让这个物质啊 里头带有电厂 就是里头有电厂通过 于是呢 这个电武器就排列整齐了 像这个样子 当它排列成这样子以后 你们看 这个表面外面有一群的负电 这个表面外面有一群的正电 剩下的电呢 就是一个负一个正 一个负一个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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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于中性了 所以说 这个纸线啊 你用手去拿的时候 它有时候会粘住你 就是因为啊 它表面会有电厂 有电厂就有电厂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界电值被极化的一种状况 那么任何界电值如果在电厂之下呢 它都会产生极化作用 就是会被极化 极化就是它有一部分的电厂极 顺着电厂方向排列 顺着电厂方向排列 这个纸线被极化的时候 左侧与右侧边缘 有正 这里右侧有正电荷 左侧有副电荷 这些电荷我们就称它叫做极化的表面电荷 极化的表面电荷 中间因为正电负电都相等 数量都相等 所以它的总极化 电荷我们称它是零 因为它有一个正电 必有一个负电 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上次讲的Vandegrave Generator 它就会产生静电 这个静电呢 Voltage很高 比如说4万伏特5万伏特 它是很平常了 很平常 我们做静电实验的时候 通常都用Vandegrave Generator 你看我们上次讲过 这两个旋转的轮子 这个橡胶带这里滚动的时候 从这里上来是正电 正电到了这里以后呢 就跑到外面去 因为里头的电位一定比外面高 那负电下来以后啊 就碰到这个这是接地线 我们也可以说负电都集中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接一条这个电线的话呢 它会跑到这里来 这两个如果碰到 不要碰到一起 摆在相当的小的距离啊 它就会有火花跳过去 如果我们人站在一个木板的高台上面 或者站在椅子上面 不要站在地上 那我们用手去摸这个 上面的这个金属球的时候啊 这个电荷呢 就会跑到我们身上来 那我们人体也是导体啊 所以这些电荷呢 就分布在人体的表面 人体就带很多电荷哦 这个时候有的现象就是 我们的头发 它是借电池 头发借电池 那么我们头顶有很多正电啊 对不对 有很多电荷啊 这个电荷就产生电厂 电厂就让这个头发呢 极化 就好像我们刚刚那直屑一样的 极化 那在偶地举一个接一个 排起来 那头发就会竖起来 那么我们现在看 这个人 看得清楚啊 你看 这个人一个手摸着这个 vandy breath generator 他的头发就竖起来了 这个比较近 看得清楚啊 竖起来了 这个我们实验室 有这个仪器 像工学院实验室 应该也有啊 你也可以早一天呢 去摸一摸看 不过你一定要绝缘啊 你站在椅子上啊 不要站在地上啊 你看头发都竖起来 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就你以后不要花钱 去竞选什么立法委员呢 那花好多钱了 你就摸一摸这个 vandy breath generator 那头发就立起来了 那你就是立法委员 这个方法好不好 那么我们再看 这个老兄 哇 他这一摸 你看他头发 你看 好像吞到天花板了 这个大概是立法院的院长 那么 像这种实验 我们可以可以庆身体验一下 好 现在我们说 你这个 界电值 在电厂的作用下 会极化 有的物质极化的厉害 有的物质极化的比较不厉害 就是说同样的电厂强度 对某一些物质 它产生排列整齐的 调集取的数目比较多 另外一个 就比较少 那为什么会 这就是 这个物质被极化的时候 它极化的强度 我们现在来看看 电界 界电值被极化的程度呢 我们称它叫做极化强度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定义就是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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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就是 单位体积有多少个 每一个的 电厂强 偶集取是 P 那么 单位体积的 电厂强 就是 NP 或者我们说 你这个物体 总共的这个 总的 电厂强取是 Ptotal 然后 总体积是 Tal 然后我们把 Ptotal Ptotal 来除 也是单位体积的 电厂强取 然后这个就叫做 极化强度 OK 那么 现在我们来看 假如我这里有一块 界电池 我把它切成这样子一个 很规则的形状 这里是 一个面 后面也有一个面 然后呢 我们把它摆在外电厂 底下 外电厂就是 向它这个方向 于是 这个里面的 这个 偶集 第二五集就排了整齐了 排了整齐 就像刚刚紫屑一样 然后 后面表面呢 它就有一群的副表面电荷 是计划的 这个表面就有一群正的表面计划电荷 那么我们就算 这个物体 我们现在算它的 总共的 第二五集局 那就我们看看 这个面 有多少的 正电 因为它的 密度是 Sigma B B字代表 Bound to charge 就是被束缚的 电荷 也就是 极化电荷 呈算这个面积 就是Q 对不对 Q 这个 在正Q 后面的 起板 后面的板 后面的面 带复Q 然后距离是低 所以呢 正Q跟复Q之间的 距离是低的话 那么这个Q的 绝对之 乘上低 就是这个 物体的 总的 偶集局 的大小 那么我们把这个 总偶集局的 大小 被体积 整个体积来除 你看这个 用这个带 体积呢 就是等于 A 就是A A 面积A 乘上低 就是 乘上厚度 就是体积 这个AD 约到去 变成Sigma B 所以 我们说 这个物质 它现在很特别 就是说它的电场的方向 是跟这个表面垂直的 表面垂直了 这个时候 它的 极化强度 就等于它 表面上的 表面极化电荷密度 这个是 一个特例 特例 这 结果就表示 表面激化电荷密度 绝对值 等于激化强度的 大小P 这个 这个很重要 要记住 这个要记住 这个关系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般的 一般的物质就不像我们刚刚 切割的那么整齐 随便哪一块 还没有 这个还是 特别画的一个 好像椭圆一样 其实它不一定要椭圆 任意形状 它现在激化是这样 激化强度这个 这个方向 就是说 我们的外加电厂是这个方向 于是它里头的电偶级 就这样子排列 这样排列 这样排列 排列 你看 这个脖子画去一行 其实好多 这一边就带负电 这一边的表面呢 带正点 这个表面电荷密度 是Sigma B 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的表面电荷密度 就跟我们刚刚讲那个 切割的很均匀 它的激化强度跟表面垂直 跟那个情况不一样 那个情况Sigma B 就等于P Sigma B B的大小就是P 现在呢 这个表面 你看这个 随便画一个表面 它的表面面积的激素 是这个方向 激化强度是这个方向 那么在这个表面上面 产生的Sigma B 是什么呢 我们 我们不去证明 我们直接拿 这个结果来用 就等于P dot N P dot N N就是什么 N就是表面 面积激素的方向 它的表面积激素的单位向量 这个Dot就等于P乘上1 乘上cos θ 乘cos θ 所以Sigma B 是等于 这个字 一般是这样子 一般这样子 那么我们把这个 再继续看一下 这边取一个面积激素D A 这边也取一个面积激素D A P都是这个方向 那么这个角小于90度 这边这个角大于90度 因此 我们说 在这边的激化电话Sigma B 这个是小于90度 是正值 所以这边的激化电话是正的 这边的激化电话密度 因为cos是第二向线 它是负值 所以这边带的就是负电话 那么假如我们要 在这个随便一个表面上面 找一个面积S 随便这里 找一个面积S 或者这里找一个面积S 要求上面的激化电荷有多少 因为你知道 有Sigma B 知道了吗 它有一个面积的话 你就会求这个面积上的激化电荷 激化电荷 那就等于Sigma B DOT DA 就是你在这个面上面取一个面积激素 这个面积激素的这个地方 它的激化电荷密度是这个东西 这是位置的函数 然后我们把Sigma B 带到这个 我们把它Sigma B 就是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等于这个 P cos theta P cos theta 我们可以选择P dot n 乘D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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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 这个结果 它就 我们可以把N归并在D A上面 就是说N呢 是D A的方向 单位方向 它面积相当的方向上面的 单位相当 所以这个一层就变成D A面积 激素 这变成P dot D A 好 那这个就是 你随便取一个面积S 这个S 这个面积上面的 激化电荷 就等于Polarization 这就是激化强度 DOT D A 这个面积上面取的一个面积激素 然后对整个面来积分 整个面来积分 OK 这个是激化电荷 这是表面的激化电荷 就是说这个表面上 我取一块面积 这个面积上面 有多少个正电荷 这里取一个面积 上面有多少负电荷 激化电荷 激化电荷 它的 表面 我们说 它表面上的总激化电荷是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是取一个S 就G S 如果我这个S是取全部的这个面 那这个面是一个封闭面 你就把这个积分 这里改成封闭面积分就好 这就是说一个物体它的表面 是一个封闭面 它产生的总的奇化电荷就是这个量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件事 我这里只画一行 其实很多行 你看 如果这个表面上带一个正电 里头一定带一个负电 对不对 这个电荷器被这个表面切割了 这个外面带负电 里头一定带一个正电 然后其他的呢 没有切割的 正负正负正负都相等 所以总电荷好像没有一样 因此 我们知道你外面有一个正电荷 里头就有一个负电荷 外面有一个负电荷 里头就有一个正电荷 那因此 我们说 我们刚刚说 你不是求出这个 surface 表面上面的极化电荷 Total Total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P.DA的封闭面积分吗 对不对 封闭面积分 就是你这个 这个正电荷 加正负电荷 我这里画的好像都是相等 其实有的物质不相等 他说这边正的 这边负的 总数不相等 所以他就会有 加加减减以后 他会有一个净值 那就是它的总的表面计划电荷 可是我们刚刚讲 你外面有一个正的 里头就有一个负的 外面有一个负的 里头就有一个正的 所以你外面加起来 加加减减 比如说 它是一个正QB QB 那里头 加加减减 就有一个负QB 就是说里面所含有的 体积的 计划电荷 是表面计划电荷的负值 表面计划电荷是这个 那就乘一个负的 这就是QB等于负的 PDA 我们刚刚是讲这个表面 如果我在里头 做一个高丝面 在物质里头 做一个高丝面 高丝面 你做了一个高丝面以后 它有的地方 也会把这个负电 跟正面切割 这边也会切割 所以也是一样 高丝面外面 的表面 有多少个 有多少的 表面电荷 那里面 所含有的体积电荷呢 就是 表面电荷的负值 所以这个 这个呢 这个 close the surface 它可以是物质本身的表面 也可以是你里头画出来的 高丝面 都可以用 于是我们就得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系 这个跟高丝定律 形状差不多 高丝定律 这里是用什么 电草E 对不对 我们这里用 激化密度 激化强度 所以 这个激化强度 这是激化强度 激化强度 从这个封闭面里头 钻出来的通量 flux polarization flux 要等于什么 等于 负Q V 就是代表 volume charge 体积的电荷 enclose就是被这个封闭面所包含 包住存在里头的这个体积电荷 但是它要加一个负值 加个负值 原因就是 这个其实是表面电荷 这个是表面电荷 表面电荷跟 跟这个 volume charge正好是 相反 是 它是正的话 如果表面电荷是正的 那么volume charge就是负的 这个要记起来 这个是 另外一个 高丝定律 这个 这个我刚刚讲过 这个关系就叫做 激化强度的高丝定律 好 现在我们来讲 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名字叫做 电位 Electric Displacement 那我们知道 高丝定律是这个 高丝定律的Q是什么呢 是 封闭面里头 所存在的 电荷的净值 那这个电荷 我们以前 在此之前 我们讲的 几乎都是讲这个 真空里面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 只有自由电荷 Free Charge 不受束缚的 可是现在有电戒指以后 电戒指会有一些 Bounder的Charge 产生 即化电荷的产生 束缚电荷 所以这Q and Closed 它应该包含 Free Charge 跟这个Bounder的Charge 两个 Bounder Charge 所以这个式子 在有借电池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 高丝面里头所包含的 自由电荷 跟 计划电荷 我们现在把这个值 就是说你这个电荷 你这个电厂 这个高丝定律以前用得很好 我们可以用来求电厂 对不对 用来求电厂 现在你有借电池的时候 你要求电厂 要用这样的式子 用这个式子的时候 就不好用了 为什么 因为 如果有借电池 这个电厂会产生Bounder的Charge 你不晓得Bounder的Charge 就是多少 你只知道它的Free Charge 就是多少 Bounder的Charge 你不晓得 既然这一部分 我们不清楚 不知道 你就不能用这个式子 来求电厂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说 如果 我们 把这个式子 我们把这个式子 画一画看看 画一画看看 将这个 这是我们刚刚上 上一张头影片所写的 这是Volume Charge 这是Bounder Charge 如果这是一个立体的话 Bounder Charge 它就是Volume Charge 它的负值 就等于这个量 我们就把这个量 带到这里头去 那就是 这左边还是一样 右边呢 就把这个量 用这个取代 就变成负的这个 之后我们把这一项 拿到等字的左边来 这一项呢 这个Y0 先乘上它 然后再把这个拿过来 P加DA 等于什么呢 Free Charge Enclosed 这个已经称过来了 那我们就令这个项量 这是 极化强度的项量 这是电厂的项量 两个项量核 等于第三个项量 另外一个项量 这个项量 我们就令它叫做 Electric Displacement Electric Displacement 我们把这个取代它 然后这个式子 就变成这样子 这就是Electric Displacement 从这个封闭面里头 钻出来的总通量 那等于 这个封闭面里头 所包含的 自由电荷的净值 自由电荷的净值 这个叫做 电位移的高斯定律 第一我们叫做电位移 叫Electric Displacement 到现在为止 我们一共导出 三种的高斯定律 三种 电厂的高斯定律 所以这个我们都很熟 因为刚刚才用过 洗题要做 我这洗题有发给你们 还有大家共用的洗题 要做 刚刚讲的 极化强度的高斯定律 上一张头一遍才显示的 电位移的高斯定律 这三个要记 你要把它分辨清楚 Q and Close是什么 QV and Close是代表什么 QF and Close是代表什么 你要把它分辨清楚 电厂的高斯定律 它只是用于 无界电子存在的空间 就是在此之前我们讲的 就是没有界电子存在的空间 用得很好 只要你这个电荷 是有某一种的 对称性的分布 我们用高斯定律都很好 都很好求 但是 只要你有界电子出现 这个事就不能做 不能做 那么 这只用于这个 无界子存在的空间 那这个呢 它用来计算什么 计算 界电子里头 激化电荷的密度 或者是电量 你知道Polarization 你就可以求它这个 激化电荷的电量 或者是它的密度 那 这个呢 就是 如果 在一个封闭面里头 你这个还不知道 它一定有 它有 它有 Free charge 跟 跟这个 Polarized charge 两个都有 你这个不知道 但是你只知道 Free charge 是多少 你就可以用这个 Free charge Aclosed 来求 Electric Displacement 好 那现在我们就说 你求出 Electric Displacement 有什么用 我 我还是想知道 电厂 你说你电厂 没办法用这个求 你可以用这个 把Electric Displacement 求出来 那你求这个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除非你说 我先求从D来 然后可以由D来求E 我就觉得有意思 对不对 你说你不能用这个来求E 只能求D D求出来做什么 你都不知道的话 那这个就没有意思 那现在我们就说 如果 我们知道D 跟E 有什么关系的话 那你求出D以后 就可以求E 就可以求E OK 就是说你可以 不管这个 Volume Charge 是什么 这个就是 计划电货是什么 你只知道Free Charge 你就可以求D D求出来的 有D跟E的关系 就得到电厂 好现在我们来讲一种 叫做简单的戒指 Simple Medium 它的简单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极化强度跟电厂 是有这种线性的关系 简单的关系 OK Epsilon Zero 是个场所了 Kai E也是一个场所 也是一个场所 OK OK P等于这个 就是说 有一种戒指 我们称它叫简单的戒电子 它的Poloration跟E 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就是它们是成正比的关系 就是线性关系 P跟E是线性的关系 还有就是P是各方向都一样的 就是朝东计划跟电厂朝西计划 情况都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很均匀的 这一部分跟那一部分的戒指都很均匀 这个时候有这个关系呢 我们就称它是简单戒电子 它的Polarization跟E的关系 那么我们现在从上一个 上一个投影片看到 第一是等于Epsilon Zero E加P 这个保留 P呢 用这个取代 这个取代 然后我们把这两项合并 Epsilon Zero E都提出来 然后里头是E加Kai E 这不是X 这是Kai 希腊字母 那我们令E加Kai E 因为Kai E 它也是一个常数 也是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是不民主 就是没有单位的 纯粹是一个数字 那E也是一个纯粹数字 所以两个加起来呢 我们就叫它叫做K 其实这个应该叫Kappa Kappa等于E加Kai E 那Kappa呢 就是界电常数 就是界电常数 然后我们说 这个也是常数 这个也是常数 两个相常是另外一个常数 我们用Epsilon来代表Kai 乘上Epsilon Zero 就代表Epsilon R 这叫电容率 某物质的电容率 这个是真空中的电容率 所以第一呢 跟E具有这个关系 你就记这个 当然这个要记住了 那么Kai对于1 因为这是1 这个是正值 Kai是正的 所以这个Kai这个值 一定是大于1的 我们称为某物质的界电常数 我们称为某物质的界电常数 界电常数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Kai 你看Epsilon ZeroKai等于Epsilon 所以Kai就等于Epsilon over Epsilon Zero 它大于界电值 Epsilon它等于Epsilon Zero乘Kai 成为某物质的电容率 就Permittivity 这个相对电容率 叫做Relative Permittivity 这个是相对电容率 也叫做界电常数 Dielectric Constant 它这个名字比较响亮 我们通常都叫它 叫它叫做界电常数 这是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是告诉我们 这两个同心求可 一个是RA 半径 一个RB 这个分布了QF 外导体 是分布了 负QF 它里头呢 不是真空绝缘 它是充满了某一种的界电值 叫做KaiE 它的界电常数是KaiE 要求 这个电容器的电容 当然这个是个电容器了 两个导体互相绝缘就是电容器了 阶电值内 外表面 阶电值就是阶电值 它内表面就是这个阶电值跟这个导体交界的地方 叫内表面 还有阶电值跟外导体交界的地方叫做外表面 它的表面计划电荷是多少 阶电值里头 总计划电荷是多少 要求这个问题 求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呢 我想我们就下一堂再做好 因为这个题目很长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啊